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级别和俸禄仅仅依据户口规模来定的话 肯定谁都不愿意去那些难以治理的小县任职 事实上这还真不是一个思想实验 到了汉朝啊这样的问题呢果然出现了 为什么要等到汉朝才出现 而没有在公孙杨改革的时期出现呢 在公孙杨的时代 三十一个县很可能都在关中地区 彼此的差异不大 公孙杨设立县制的一个初衷 就是让行政区划整齐划一 也让各个区划之内的管理模式整齐划一 当一切都整齐划一之后 各级官吏能做的也就是照张办事而已了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不管谁来做这些职位 无论闲人还是这个蠢货 治理都会大差不差 这可以说是行政领域里的标准化管理 等到清朝统一天下 这个地盘啊太大了 这种整齐划一的模式 其实就不再适用了 但清朝延续的时间太短 所以到了汉朝 各地差异显现 政府呢必须做一点灵活的调整 具体做事是这样的 把管理难度高的线称为巨线啊 是剧烈的巨 难度低的呢 是称为了平线 平安的平 官员的级别和待遇 依据巨线和平线的不同 会有相应的升降 这样的县制和县令这个职位 一直沿用到五代年前 五代呢是个乱世 所谓地方政府 基本是由武将监管民政的 后来宋朝建国致力于扭转五代的乱象 不再委派县令了 而是由中央派出文官到县里 去暂时代管地方政务 这叫权之县世 权是权力的权 在这里呢是权变权且的意思 儒家有一套成对的概念 永恒不变的真理叫经 临时性的变通手段叫权 权之县世的权 就是这个意思 知是主持管理的意思 所以权之县世翻译过来呢 就是临时性的主持一下县里的事物 我为什么要着重的给你剖析 这个短语的含义呢 是因为它太有名了 它的衍生词 你一定不会陌生 权之县世 简称知县 同样模式的衍生词 还有知州知府 通通都是临时性的职位 就任的官员本身啊 另有官嫌 比如苏氏初入职场 职位是大理平氏凤祥府签判 这个名字很长 但这个呢还不是权称 权称应该叫做 大理寺平氏凤祥府签书判官听公事 大理寺是中央机构 在大理寺担任平氏呢 按说是在中央做官 但苏氏的办公地点不在中央 而在遥远的凤祥府 在那里签书判官听公事 这是秘书的工作 这种情况如果放在今天 我们会说苏氏是凤祥府的市长秘书 而在当时呢 就不能这么理解了 虽然苏氏实质上 确实做了市长秘书 是个地方官 但他的编制呢 在大理寺是中央官 只是临时呢 到凤祥府带领一下市长秘书 宋朝的地方政府分为三级 最高一级叫陆 陆的长官呢 不是一个 而是四个 有安府室 转运室 提醒岸查室 提举 长平室 各有各的专管内容 这四个职位 统称奸司 顾名思义 人家是中央派来监管地方事务的 所以和支县一样 也不算地方官 陆以下的地方政府分为 府 州 军 奸 四类 官职就是我们熟悉的支州 支府 只要支字当头 就是临时性的 最低一级的地方政府 就是县了 长官称为支县 所以陆 州 县三级 虽然看上去很像是今天的 省市 县三级 但是这个性质啊 是完全不同的 宋朝的政治结构特别注意 弱干 强支 所有权力和财富 以及军队呢 尽可能的往中央集中 弱支 竟然可以弱到地方政府 连地方官都没有 统统由中央官代理 我们看历史严格 从公尊央设立限制开始 一路发展到宋朝的政治体制 很容易认为中央集权在一路弱化 其实啊 话要两说 从体制上看 集权不是弱化 而是强化 只不过宋朝用开明专制的行政风格 营造出了相当宽松的社会样貌 让人们可以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之下 竟然可以生活的相当效耀 假如公尊央穿越到宋朝 只看宋朝的政治体制构架的话 应该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毕竟从严格的制度意义上来说 宋朝只有中央官 没有地方官 这可真是把中央集权 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了 当然 这种临时性的安排 久而久之呢 就成了制度 到了明朝 支县成为正式的官名 举大了原先的县令 清城明治 一县支掌 还叫支县 进入民国 支县呢 改称县支市 后来呢 又改称县长 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如果追溯到公孙央制县的时代 那么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县 到如今 2020年 已经有了2370年的历史 怎么都算是一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在公孙央的改革措施里 行政区划改革 很可能和土地改革配套 两者相辅相成 只可惜史记的相关记载比较含糊 连带着资质通建呢 也没有办法做到精准叙事 我们仅仅知道 公孙央把若干个小型居民点 划归到了一个县里 但到底是把一些从大家庭里分化出来的独立小家庭 单独归拢到一座县城里定居 让这些人丁每天出城到郊外耕种自家的农田 还是并没有改变人口的原住地 而仅仅改变了行政区划的属性呢 我们不得而知 学者们各有各的看法 莫衷一事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 确实不足以做出任何定论 但我们也不妨从 公孙央各项改革内容里的逻辑一贯性出发 稍稍推断一下 显然 公孙央有很强烈的意图 要彻底斩断秦国人原有的血缘纽带 所以建立限制 很可能再为这个目标推波助澜 假如大家庭里不断分化出小家庭 而这些小家庭呢 仍然在原地定居的话 那么不难想见 像刘邦那样的家庭 在经过了几代人的繁衍之后 会在当地形成一个刘家村之类的 刘姓居居点 虽然这些刘姓成员 很可能都是些自私自利的事情 刁民 但毕竟血缘关系还在 而极权政府最想看到的聚居点 绝不是一性独大的 而一定是那种 混杂着各种姓氏 却没有任何一性的人口 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 这才是编虎齐民的理想面貌 同一个聚居地 小到村镇 达到州县 人员的同质化属性越强 就越容易产生同情心和同理心 在遭遇威胁的时候 也就越容易产生凝聚力 而他们彼此之间的凝聚力越强 和政府抗衡的资本也就越多 中央法部的政令呢 也就越难传达到底 古代中国有所谓国权不下限的现象 说的就是这种状况 儒家觉得这是好事 但法家呢 绝对不允许这种局面出现 在法家理想的政治结构里 老百姓只有变成一盘散沙 互相疏远 防范 坑害 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会在历史当中看到两种管理方式 此消彼长 有时候高举孝道大旗 表彰那些从不分家的大家族 有时候呢 又会像洗牌一样 把人口打乱 重新安排 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 儒家和法家两套管理哲学的较量 而从这些内容里边反推公孙央的改革思路 会让我们更加倾向于相信 他的限制改革 很可能和土地改革一样 不动声色的把一个个家庭拆得更散 公孙央的土地改革和限制改革 就谈到这里了 下一讲 我会跟你谈一谈 公孙央第二轮变法当中的最后一项内容 统一度量衡 比起土地改革和行政区划改革 你可能觉得度量衡改革 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 对社会不至于伤心动骨 肯定是简便一行的 以从而就的 但是让我们参照一下西方世界 法国到了18世纪 仍然度量衡标准混乱 虽然全国上下对统一度量衡的呼声很高 而历代法王 即便是那位以镇级国家这句代表着 绝对君主制的名言而著称的路易十四 都没能做出多大的改变 后来路易十六 在这个老大男的问题面前 依旧望而却步 刚刚做出一点努力 就被法国大革命搞死了 而那些改天换地的革命志士们 竟然也没有能够顺利的把度量衡统一下来 有了法国的对照 才显示出了 公孙杨何等老辣干练 那么统一度量衡 何以如此之难呢 欢迎在留言区 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